真的是偷鸡不着18米了 在高雄一个窃贼跑到人家家里头偷东西 结果要离开的时候被女巫主发现 女巫主是拿着木棍一路追赶 喊打小偷呢 吓到连人带车滑倒 最后骨折狼狈被捕 还有一名男子呢 只是在寮里头趁着人家在拜拜的时候 把他在桌上的皮包给爬走 但没想到不到一天 他偷来的6000块钱也被偷走了 照片中嫌犯偷完东西 躲门而出女巫主发现 气得拿木棍追赶出来 警方也第一时间赶到 嫌犯一紧张 当场连人带车摔得四脚朝天 当场被捕 当时女巫主发现小偷入侵 进门查看还被大骂三字经 后来嫌犯看女巫主相当强悍 立刻落跑 但才一出门就摔伤骨折 事后住院七天 他骂我三字经 刚好这个是我那天坏掉的棍子 在那边洗顺服的 我就先打他的脚 他有戴安全帽 戴着白帽穿黑色衣服 骑蓝色的脚踏车 偷东西下场狼狈的 还有这名流浪汉 只见他边走路边换装 因为几分钟前 他从土地公庙偷走一名女子的皮包 虽然得手六千元 但高兴不到一天 小偷自己也被偷 他当天偷了这六千块 去中立 钱也被偷了 这六千块又被偷了 不只钱被偷走 警方调与监视器后 一天后在骑山路桥将他逮捕 一个失封被捕 一个钱没花到还沦落街头 真的是贼心该败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你请不吝点赞订阅